针对马前总统赴大陆技主交流 从第一天的机场接机规格 就被认为有损卸任元首的尊严 陆委会主委邱泰山 接受谈话信节目时表示 一来接机没有红地毯 二来官媒连先生的头衔都没有加 确实让人有点压抑 再怎么样 礼貌上至少也要称先生 还反算 马总统的忍受力也蛮高的 邱泰山并表示 中共派去接机马英九的层级 确实不太适当 坦白讲让人感到遗憾 毕竟马英九还是有前总统的身份 对岸应该还是要给他 一定程度上的礼遇 并顾及台湾这边观感上的反应 至于马英九在南京中山林夜灵后 受访时明确说出中华民国 并强调自己的使命 就是要延续国父精神 绿营立委给予肯定 在那样的场合里面 实在这个那个的 实在是 其实他可以大方的说出来 事实上他离开了场域之后 他的公开记者会 他也很大方的说 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这点实在是应该可以 给他一点掌声的 而南京中山林夜灵结束 马前总统提字 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落款的日记 虽然省略了民国 但有百十二 而大陆的官媒新华社的发文 则被刻意裁掉 马英九附录 雅加达邮报以 台湾前总统访问中国时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为标题 另闻表示 马英九是在两岸 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访问中国 因为北京正在使用 政治和军事手段 试图向民主的台湾施压 使其接受中国的主权 日本朝日电视台 则以多数人希望维持现状 台湾前总统 历史上首次访华为标题 新闻中表示 马英九访中 可能是大陆外交部的策动 用来回应麦卡锡可能访台 文中还猜测 马英九这次访华 是中方设计的 因为蔡英文总统 29号期访问中美洲 还将过进美国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桢 testim 所 你 感谢观看